嚴復天眼論 並非達爾文主義,而是斯賓賽主義 斯賓賽主義 融合西方天眼諸大家,並與中國的傳統道士天眼思想相結合的一種天眼論思想 ovnoc 斯賓賽主義 斯賓賽主義 作臺灣含培答 達爾文 為何嚴富老喜歡欣賞一以貫之的思維? 達爾文 不通西方天眼珠大家 嚴富很聰明 達爾文 也讀了 Spencer 也讀了 Huxley 演化跟倫理相背反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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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是殘酷的 是者生存 強者生存 倫理恰恰是要保護弱者 社會上的弱勢 有問題的 就任其淘汰 那不太殘酷了嗎? Huxley Huxley 演化跟倫理相背反的 演化跟倫理相背反 嚴富不喜歡 二元背反的思維 人道跟天道 分開來講 天道是殘酷的 人道 是要用人的倫理 來補足他 嚴富所翻譯的《天眼論》 這本書 本來是Huxley所作 《Evolution and Essex》 嚴富所翻譯的《天眼論》 《天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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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reading 天眼家 宇宙人生 宇宙人生 政治社會的根本道理 還是一以貫之 就是天眼的道理 天眼當中生出了倫理 那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雖然翻譯是赫斯里蘇 可是 斯鱒 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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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 詐 詐 許 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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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生活方式 年復會把《天眼論》 跟傳統的《易經》 《道家》 結合在一起 印度的思維裡頭 也有一種重視演化的思想 《道家》 要融合成一如 到底是如何呢? 我有一篇文章 詳細地講 他怎麼把這一個 不同的家術 都結合在一起 當初花了很大的時間 因為 事務中間 頗有些問題跟矛盾 為什麼他要把他都結合在一起呢? 嚴夫 希望找到 第一,他如果認為 偏眼這個思維 是宇宙人生政治社會的 一個最根本道理的話 那他就必須要處理 這裏面所涉及的很多的問題 包括倫理的問題 包括這個社會這樣下去 會不會 人類的資源 地球上的資源不甘附和 的問題 包括這個社會的競爭 會不會過於殘酷的問題 所以他如果要堅持 這個是一個根本的道理 他需要處理的問題比 達爾文多得多 達爾文不管那麼多 達爾文只管一件事情 到底生物界是不是這樣 其他我不管 他必須要管很多 他必須要管很多 所以他管得比達爾文多 他必須要管得多 他必須要管很多 他必須要把這些東西 結合在一起 詩賓塞爾者,以天眼自然言文,處處可見,幾乎到了無章無知的地步。 詩賓塞爾者,以天眼自然言話,處處詔論,貫天地人而易理之。 詩賓塞爾者,以天地人而易理之。 詩賓浩 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 社會道理 宇宙宙宙環 盡也稀,收,動也闢。 則有自強不習為之先,凡動必復之復,則有消息之一去習一時。凡動一動,必定要回復,則有一消一息。 消息之一,必復。有陽,必有動,必有靜,無往,無復。 而亦不可見乾坤或幾乎習日,由與熱力平均,天力乃毀之言下發明也。 亦不可見乾坤或幾乎習。 平均,天地乃毀之言。 世界會成為一個大農湯。 所有的分別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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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遺不可見,由於是,易不可見,不可見。 是一位决心聖母。 他講的這些話是都有他的底路的,意思就是說,他只是在講說,《易經》裡頭的那一個世界觀,那個宇宙觀,跟現當代的宇宙觀,他認為是相通的。 那諸位說,這豈不是跟前面講過的康有為跟譚是同很像,都是比附嗎?這就不一樣了。 康有為跟譚是同是不懂西方物理學的,他是當時的物理學程度最高的那幾個人之一,直接到西方受過科班訓練。 他不是亂講的。 他不是亂講的。 那我也順便跟諸位講。 因為我其實是大學是這邊的工學院畢業的。 這些我也都學過,他不是亂講的。 所以,這是真的。 《易經》我也蠻熟的。 那至於這個背後,是怎麼一回事兒呢? 我們不一一條一條講,我們現在不是在商務裡課。 我是跟諸位講,這個重要性在於什麼地方呢? 這個重要性在於,把中國最傳統的世界觀,跟西方最現代的世界觀,連結在一起。 那麼這就讓當時的知識份子覺得不合和。 我們心得以 REALLY 喜多的都是聖令,我們在示範。 更有實力來證明。 但是我們古人所看到的世界基本原理是這樣的。 那其中最重要的世界是整個世界是演化的。 是起伏的 是這個一放一收的 聽懂意思嗎? 然後是動態的 注意,有幾個重點 細闢 是講收放 從簡易到雜揉 OK 然後這個 橫動 它是橫動的一個概念 而且那個動一定都要收回來 那終究來講 這個 宇宙 慢慢的這些動力 會 因為這個橫動的關係 所以會把所有的原來的分別項 都去掉 最後把它通通打平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這就涉及了 關於世界的最基本的看法 這個看法 對於伊斯蘭而言 他要接受西方近代的這些科學 非常困難 因為他會覺得你會挑戰我對於阿拉的信仰 印度人也有他的困難 他總覺得這會挑戰我的宗教信仰 他總覺得這會挑戰我的宗教信仰 那說西方呢?西方打了幾百年 對不對? 科學跟宗教打了幾百年 中國近現代 他要接受西方科學 一開始是沒興趣 等他覺得需要的時候 啪一下就全面擁抱 這就跟伊斯蘭跟印度 完全不一樣 各位懂得意思嗎? 伊斯蘭是演化的概念 演化的概念 在西方來講 叫做一個becoming 是一切事情 是在變化的 沒有固定的一定形象的變化 這是跟易經接近的 可是 西方傳統的科學 所建築的基礎 不是一個演化的觀念 其實 它是一個 一個本質的概念 substant的概念 就是一個事情的本質 到底是什麼 原質 電子 分子 例子 西方傳統,傾向人認為,這個思考,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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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能夠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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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思考的那個靈魂,阿曼。 科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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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眼思維 一段地往前進,而不是要守在某一個階段的。 中國的現代思想,跟傳統的西方科哲學有根本上的差異。 西方思想,是以《易經》這條路子出來,是看重事物的變化的。 西方思想,是以理性為中心,總是要掌握那個看起來,他認為變化是表面的,背後那個不變的。 人,一路的生長。 東西變化不已,但是什麼東西不變呢? 他們認為說,可能一開始是水,或者是原子,或者是某一些基本的。 西方古代就有原子說,或者這個形式不變。 到近現代就說,萬物的這些成毀變化,可是最後不變的是什麼? 是原子、粒子、分子。 然後,人會不斷地變化,可是我們DNA、RNA不會變化。 凡是能夠找到這個變化背後最根本不變化的那個東西,就是科學哲學叫最偉大的發明。 這就是整個科哲學的目標。 可如果按這個來講的話,只有變化是真的,沒有任何不變的那個東西在後頭。 西方思想以追求那個不變的本實為核心,而且是以理性。 那這是科哲學的目標在這個地方。 唯獨史學,不斷這個事情。 結果史學在西方是,從頭到尾都是次要的學科。 英語的東西都要之前說就是科學,自他的神力。 他們的理性。 導致的版本,中國、drizz覺。 要是像智諾的學校正在西方上培原意文。 以問你反 понял的文物。 只有叫恢復經說的 conjunihn 月盪當, 個人有大法復康復隨? 他的文物。 從頭到尾當的天上域。 這些勢的程度如宇版帽幀活著偶움著, 像是你upa Eigen 和 judicial трか encima licher之物的案。 所以讓我們不斷地 inclusive pride召加這個全美, 天野論 教科書裡頭 藝晶 斯珍瑟 是有進化的思維 嚴復 有 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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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書叫《Evolution》 Berkeley 書 《 Vladimir Gabaire》 演劇 采起四加 有優雅 詳細 詩詠 《採 washer 好可》 懸真 以《易經》與《老莊》解偏眼。 儒家的宇宙觀,本來就從道家借過來了。 那諸位說《易經》呢? 我們今天《易經》裡的宇宙觀,主要是《十義》,就是《易傳》。 《易傳》乘於《晚期》,大概現代的學者普遍《戰國晚期》, 現代學者普遍認為《易傳》是受到的老莊靈想, 然後用老莊接上了孟子的《盧女學說》, 《戰國晚期》所發展出來的。 那後來整個為漢代,就成為了他的世界觀的基礎。 那麼,基本上來講,他所強調的,就是說,認為西方這些畫, 那麼,在《陰陽五行家》裡頭,尤其是這一個, 在《陰陽五行家》裡頭,尤其是這一個, 在《陰陽五行家》裡頭,尤其是這一個, 《陰陽五行家》裡頭,尤其是這一個, 《陰陽五行家》裡頭,尤其是這一個乘客,尤其是這一個, 證上了陽五行家,尤其是這一個, 證下了陽五行家,尤其是這一個, 深萬木訣 深萬木訣 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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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 陰陽 深夏秋冬 物理學 一網 一副 一上 一下 一上 一本含萬書 萬書即一本 時間橫移萬有常遍時,他夾著,指在川上曰:「水災水災,乎也見心交臂非故,東濟為焉,其中事一。」 水災水災 水災水災 宋明理學 指在川上曰:「釋者如師夫,不捨奏業。」 水災水災水災 宋明理學 有些人 水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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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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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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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 所以被底學家所吸收,變成一個小柱子在川上,曰:「水災,水災。」 東西唯言,其通如是。 蘇格拉斯 西方的哲學裡,非常重要的一點點。 十九世紀以前的整個西方哲學是以不變為中心的。 希臘哲學家 Herakles,他認為世界的本質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重複的。 子在川上曰:「水災水災,石流是千變,東西是變化的。 關於世界的最根本的性質,東西為言,其一同如是。 是,藝經跟老莊,看世界的根本。 那順便跟初恵講,為甚麼這件事這麼重要呢? 當中國人走上了藝經跟老莊這條路的時候,其實他就不喜歡去講那些固定不變的事物。 如果不去追求固定不變的事物的本質的話,就不會有西式的科學跟哲學, 這是中國的科學所不能夠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至少是學術思想上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認為世界的本質是這樣的的話,就不會去發展科學哲學, 會去發展老莊名。 到這裡停一下,有沒有問題? 這個比較難。 你們大概知道我嘴巴在講什麼,但是你們能夠了解這什麼意思嗎? 西方哲學的最根本的特質,是用理性去探索每一樣事物的本質。 這是西方哲學一言以蔽之最重要的特質。 同一個合例不能度過第二次,這合內就沒有本質可言。 人也永遠在變化當中,誰知生活會等於生忘目辱, 每就是ốt一點, in 原子、電子、分子、基本粒子 這個影響很深 有問題? 請想看 這個我們請一下 希望大家能夠聽到這個事情 哇 好吧 對於舊王徒神的討論中國話的反思 二十餘口的諸戒 因人處其宗者多不於千 少不其百 自助黎然以諾提國 吾敏月明走南洋非洲的所在 意己中原為人章 何悲屈此也悲伏 這句話講得很悲哀 意思就是說 西方人 英國人厲害 制度黎然引弱敵國 以萬計 雀兒 為人章 或被驅斥也 那都是被人所奴役的 被人所驅除的 被人所奴役的 被人所驅除的 被人所驅除的 這個後面的問題,就是涉及到,中國人到底整個組織的問題。 這個組織,也就是,中國的這個組織,它基本的核心,你們可能不知道,你們認為中國人的組織的核心是什麼? 主織原理 這就是它的組織原理 這麼一個巨大的文明的組織原理是君臣複製的 一旦沒有君臣這一輪之後,中國人就沒辦法 意思就是說,傳統的 為什麼能夠把這麼巨大的國家組織起來?因為靠君臣 我們一般歷史學者都不了解這一點,只知道說,這個君臣是專制,是落後的,是不好的 好不是歷史問題 好不是歷史問題 懂嗎? 他到底怎麼組織的才是歷史問題 他以前 而且他以前 在十九世紀以前 他的這個組織是非常成功的 他的這個組織是非常成功的 學人節不是考第一,就是考第二的一個巨大的文明 他就是靠君臣 而一旦君臣這一輪一摔 包括 清朝人在十九世紀之後 軍臣這一輪也在摔 為什麼漢人不再那麼聽命的 各地都府 開始各自為政 整個國家就開始要紛紛離析 二世紀之後就軍閥各局 然後就內戰 然後再也沒有辦法統爭起來 到最後什麼? 沒有軍臣 他最後靠這一個黨國來體制 就是印黨專政 他如果沒有一個 一套東西 他沒有辦法把這麼大寡主在一起 所以是涉及到 政治上來講的叫君臣 社會上是家族 而且君臣比肉父子 這兩個相同的 叫君父君父 叫家君家君 所以父是比作君 君是比作父 君臣父子相同 是 是 兩種組織方式 結果 中國人敗給 西方人 以國家的力量 延伸到租界 延伸到所有地方 非常有效的一個組織 打敗了敏樂之民 但是不是 敏樂之民就如此 其實諸位讀台灣史 東南亞史 是類似的 這個移民其實有他的組織 滿厲害的 他其實他透過了 會帶著 三三國王開章聖王 報的這個神明 把這些移民整個組織在一起 依然還是用君父的這一套 為之君長 把這群組織在一起 以外有他的戰鬥力 只是 這邊當然是比較放大的講 那這裡的意思 就是說 整個中國的這一個 今天的老百姓 怎麼落成這樣 都要為人所 意死驅逐的狀態 然後 前眼之民 五見狹烈 辯職上門之後 結果良若簡色 寄生律遠之民多 卷柔若虛虛 邪詐 舵 予 亦於馴服 無恥上力 貪身手持 相行之下 先行養漢的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很強 戰鬥力也強 所以 魏禁南北朝 還有 諸偉 有所謂的 這個 漢人 會自動的 以家族為眾議組織起來 對抗 這個胡人 所以 越古代 所以這不光是組織方式問題 還涉及到 這個人開始不行 那這個就是 深切的反省 在這個情況底下 對於中國文化的反思 自有其道 自由 極道 要怎麼辦呢 中國人 在這一個 長期的 由上到下的 控制底下 於是 人都變成了 缺乏了 自主 自由 去發展 它的財性 然後 都變成 在那裡 何以算計,內斗,何辦呢,必為我自由而後有以後生進化,必兼愛客己,有所和群立安,此自有生物之人以來,不變者也,此所以為不變之道也。 然而,必兼愛客己而後有所和群立安,這是與他相併不肯廢的原理,但根本原理是為我自由的。 文化的傳統是一個以五倫和五常為中心的文化,看重的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那與其相併的這一個倫理叫做仁義理之性。 為什麽那麼看重仁義理之性呢? 因為五倫和五常是一體的。 為我自由而後有以後生進化,必為我自由而後有以後生進化。 而他的背後的講法是因為這是天眼的需要。 不這樣沒有辦法把人的能力充分地發揮。 那我念了這句非常感慨,為什麽呢? 意思到今天來講,中國社會還是做不到這一邊。 中國社會到今天是社會主義,絕不強調為我自由。 所以客體的能力也不容易充分地發揮。 那換言之,中國社會到今天都沒有辦法走到或者拒絕,把為我自由當的第一義。 何以故? 因為他總是強調兼愛客體。 如果你不兼愛客體,的話這個社會散掉。 那這個原因呢? 因為中國是一個天下行的超級巨大的一個國家系統。 他要維持這個國家的安定,穩定就為第一義。 如果每一個人為我自由,除非是一個在上位的人非常的高明,這個系統很容易不穩定。 所以他總是要把系統穩定的第一義放在前頭,結果不是兼愛客體,穩定。 那這一點,是中國所面對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是一個個體跟整體之間的關係問題。 古人不是全然都是偏重整體的。 孔子說:「己利利人,己達達人,為人有己,其由人不哉。」 克己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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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看到西方人打得你死我活,比足三百年進化,不過做到立即殺人。 以主,虛之,己卿而群眾,又回到以群為眾。 群己權界論 群體語論 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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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章輕也,徒章各有自營。 持幼者,人之本也,持幼之事。 由慈生仁,由仁勝思,持道之所以不適宜。 為天生,民各具復界,得自由者,乃為全受。 親人自由者,思為逆天理責人道。 太平公立,人的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為界,大力所存,必其兩義。 自由會導致於互相殘酷的對待。 十九世紀的新自由主義的看法,認為,自由會在彼此互相的關係當中逐漸找到他的平衡。 自由即道,引戒自由主義的一貫大道。 自由及道,引致自由主義的一貫大道。 中國跟西方的整個文化思想,根本的不同。 中國中三綱,當然是不中自由。 西方人為甚麼上賢? 因為你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平等自由的話,那當然是取賢者。 那如果人是在一個三綱當中的話,當然就會以親親嘛。 那同樣的是孝子,前面講的觀點,我一再說,中國的文明是一個泛家族主義的文明,所以是以孝之為天下。 西方人既然個體是自由的,就不能以孝,而是以公之天下。 那中國既然是這樣子一個構造,三綱五常,三綱五輪,所以尊主,西方人也是重兵。 中國一道同風,西方人黨居而周處。 諸如此類,我們就不一一講了。 簡單說,就是中國的一切,為什麼講忌諱? 忌諱因為這樣,所以他要維持一個整體的秩序,就多忌諱了。 那西方人不看重這個事情,那就是一個一個的個體我要重視,於是我重視群體的意見。 那因為重視這個整體的這個要得到平衡,會重視節流。 那讓每一個人能夠發展,就會開圓。 那重視整體的秩序的時候,就會追求淳樸。 那追求歡愉我們每一個人,這樣的發展,求其歡愉。 那在倫理當中是謙虛。 那西方人要發術,要發展。 那西方人要發術,要發展。 中國是傑文。 傑文是講理義。 傑文是講理義。 西方人樂簡義。 自由主義的社會科學。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 。 一切法皆成於自然,讀人道有自為之法。然而法之立言,必理為之原,先有是非而有法,非法立而後矣,離何見是非也。 是非還是從一個自由主義的基督教的倫理的一個東西。 先假設每一個人在基督教底下都交得好好的對於他的基本倫理觀念,然後個體跟個體之間要怎麼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 嚴父認為,一切都一都是演化來的,而演化當中凡是善尋者能夠存,因此一切的人倫也是以功利利益作為他的最源頭的。 本質性的來源 本質性的來源 基本原理、本質特色 就是理性的做法 就是我們在找那個最根本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找那個最根本的那個東西。 就是用理性去焦價它。 是他到底是什麼? 那他是天眼、他是自由、他是功利主義。 他是講他的系統的基本原理。 講他的系統、基本原理。 然後講社會演化功利。 然後講社會演化功利。 從中法而進於社會,由於中法之名,這講得很深切。 中國的特色是泛家族主義。 經驗法 歸納法 就是以歸納法為中心。 歸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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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現代的邏輯學,以經驗主義,以歸納法為中心,徹底影響中國近現代的科學。 西方的學術,並不是以歸納法為核心,西方的學術恰恰是以理性推演,以模型建立模型,用理論模型跟經驗世界做不斷的辯證的發展,才是他的核心。 中國近現代的科學,始終在我的看法,沒有掌握到西方科學的精髓,沒有掌握他的核心。 這也是中國近現代科學不夠發達的原因之一。 中國近現代科學,以歸納法人核心,這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讀自然科學人,當然是以理論為中心,也不是以經驗為中心,就是從頭到尾是一套理論對於世界的解釋。 參與聽說不斷研究的解釋,出你嘱吋。 對 社會學 文文怎麼用才會比較清楚 《以彼入我》 嚴復這個翻譯的話,西方文化會跟傳統的中國文化融合,然後長出來 嚴復這種翻譯的話,會把西方文明的枝葉的枝葉 嚴復在西方文明之上 法列主義 法列主義 所謂的基本術語 當然從西方來 社會主義 這些種種 依附在另外一個文明 翻譯這個字影響非常重大 嚴復是一種舊曹莊興酒式的學說 一名一理之名一法之力,厭之事之物而皆然,然後定之為不義,其所厭也貴多博大,不博大,其收效也必恆不悠久,其舊解也必道通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 徐古 XVIII 所謂的弟兄 秦提出說 具史文明之下 馬豬豐童博大,歐古的短天學,劇中的男人不博大,不博大,有了其老爲在金主上 他人不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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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博大與其之百 文明之下 馬豬博大,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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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大 不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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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博大 得到天眼,得到宇宙人生政治社會的根本道理 舊潮 舊瓶裝新酒 瓶子比較不容易產生化學反應 文言的舊潮 會跟新的思維產生複雜的化學反應 以筆入我的翻譯 研復 好 好